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游业 餐饮业或者旅馆这些都出现很大的问题 很多工作有可能没办法恢复 另外一方面就是物流业 包括进出口 卡车运送 这些物流业的话生意也是减半 可以看得出可能也需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帮助 才能够让这些可能会面临永久消失的就业机会能够保得住 当然这个是从在加州整个形势看起来的话 现在也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加州政府州长已经在昨天宣布放宽的福工的一些卫生标准 在加州州长以前两个星期以前说 如果是十万人之中有十个人确诊的话 那你这个county这个地方政府就不能福工 在昨天在这个标准调升了 在十万人之中如果是有25例的确诊病人的话 就不应该服工 在目前达到标准的话 包括辛迪亚哥county 在Modino Riverside County 在洛杭基地区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所以洛杭基地区可能会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现在目前洛杭基这个确诊人数 还是超出十万人之中有超过25人这样子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标准 就是说如果是在检验的人之中 如果有8%以上都不应该服工 就是有个确诊100个人来检测 所以这个标准对很多可能是 可以说是郊外的地方来说 这个标准就是不到十万人的 但是他的标准如果是检验 但是还是一样 如果你不抽检的话 那基本上也没办法达到这个标准 所以他基本上已经将这个服工的条件 放宽了很多 当然昨天的记者会上面 本来只是说这个川普总统跟所有的大型的这个Bernard Bread 这些大企业这个餐饮业的老板来会面 怎么样子从政经济 本来只是说半个小时的会谈 没想到变成两个小时的记者会 当然在记者会上面 大家引发了一个最重要一个新闻 也是爆炸性的新闻 就是原来川普总统在一个半星期以前 每天都吃这个Hydrocoracin 这个每天都吃这种叫奎宁 我们知道奎宁的话 是用作这个用作其他的病疫的 这个但是的话 川普总统在过去几个月一直推 这个Hydrocoracin这个药非常有效 当然他现在他新边的服务员 还有副总统的新闻秘书 已经确诊了 这个三名医学界的这个专家 也是进行隔离 这种情形 总统要做哪些防范措施呢 当然FDA在两个礼拜前宣布的话 Hydrocoracin对新冠病毒是没有效的 还有很多会引发心脏 这个阴氯的话不均这种毛病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采用 没想到的话总统他说 我每天都在吃 因为纽约有一个医生跟我说 这个是有效的 所以他宁愿相信 他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所以他还在吃 当然也引发很多民众的话 就是说你虽然FDA讲的话 是这个没有效 但是会出现很多民众相信总统的说法 也可以说是疾病乱投医 会导致很多这个真正需要 Hydrocoracin这种治疗 其他的风食病啊 还有这些人得不到这种药 反而的话让大部分的民众买这种没有效的药 来治理这个新冠病毒的 当然现在在今天在罗汉基时报 华盛顿邮报还有New York Times 不约儿童就说现在 这个川普总统全家吹动总动员来进行助选 其中他们有几个案例 就是说在这个他的大儿子 这个Junior叫Donald Trump Junior他在他Instagram里边 他就是转发了有关于这个Junior Biden 什么性侵 牵涉性侵女性的一些画面 在转画面的时候 他甚至说这个Junior Biden 是一个Pacifier 这个Pacifier是个恋童症 就是说真门就是成人对小孩子性侵的 这种怪病怪客 当然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在美国Pacifier的话 基本上他是美药可医的 这种怪病专门是性侵小孩子的 这个让他指控的话 当然他后来大家批评之后 这个是开玩笑而已 但是他可以看得出 他们也用这种自媒体来散布了 另外一个儿子叫Eric Trump 他也负责选举 他也负责川普的公司的经理 经营 这个这种他在也是透过这个媒体 Fox News里面的话采访他 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川普总统的话 要进行这个选举的大集会 但是的话民主党的州长 他们不允许我们开这个集会 这种是民主党专门的刁难我们 其实这个部分跟事实是不相符的 因为大集会不是说因为 这个民主党要阻止选举的活动 其实民主党 这个也没办法做任何这种选举的活动 没办法办这个集会 就是因为Social District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要保持社区距离 大型的集会 只会的倒霸 并行的散发 这种情形的话 他反而变成一个政治议题 就为民主党故意阻止 我们开这个选举的动员会 所以当然这个媒体 都是来自川普的话 有欺负比有欺质 以后老爸这样子 口出扛源 他小孩子也是一样 跟他有样是一样的 就开始来在媒体上面 播放这些假的新闻 导致大部分的民众觉得 就是无所适从 也是很坏的榜样 当然在目前白宫 也发现了两派这方面的相争 在礼拜天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Face the Nation的采访之中 Peter Norrell 他是我们知道 这个川普总统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国策顾问 就是Peter Norrell Norrell他一直是反中的 反得非常严重的 当然就问起来 就是说这个 目前出现这种疫情 每天成长了两三千人死亡 究竟责任应该归谁 你和CDC应该有没有责任 当主人问到CDC的时候的话 Peter他马上批评 对因为CDC他的检测出现问题 带幕的病情 以后将这个也批评了CDC 当然CDC上市的老板 这个就是说美国卫生福利部的部长 Alex Assad 在今天也发表了反对的声音 他说你的批评 白宫的批评是不当的 也是不实的 不当的话就是说 我们都是同在一个卫生小组里边 防疫小组里边去 你现在推设责任 等于你骂了CDC 等于骂了总统 因为CDC的这个主任主管的话 这个Refio Dr.Refio也是川普总统任命的 你这样子骂了 等于的话 你接近骂了总统 这是不当的 也不是事实 我们CDC只是个检验机构 以后出现了试剂 出现了问题 没办法准确的话 因为CDC 他自己不生产这方面的Testing Kit 所以应该是 我们应该怪罪于这些 我们没有后面这方面的生产商出现的问题 所以的话他也提议了结尾 但是可以看得出 白宫内面 也是出现一个自相相互推责任的问题 当然这个案件里面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川普总统 现在要创造一个名字 叫Obamagate Obamagate的话 就是奥巴马门事件 就像Watergate 水门事件 以后Britchgate 以后还Christie这部分的话 任何这个丑闻的话 都有个gate在里面 他是Obamagate的话 在好几次记者会上面的说 Obama还有都Joe Bandon 在调查通俄门案件里面 他们做违法的事情 以后记者问 具体做了哪些违法事情 以后他没办法讲出具体的东西 以后他就说 这个部分就叫Obamagate 以后他在他的推文上面 他不断用这个Obamagate 要求司法部进行调查 在昨天的新闻我们也看到 William Barr 这个司法部部长 他说我在撤销了Mike Freen的指控 但是的话 这个是我并不会再来立案 来调查这个Obama 或者是Joe Bandon的违法事情 因为毕竟里面 目前离选举是半年 如果是司法部只要宣布 我要对Obama或者是这个 进行调查的话 那国会肯定必反 以后这种的话 因为民主党是 他们会维护 民主党的面子 以后因为他这个 在川普总统的这种 Obamagate的眼里面 就是说司法部应该调查 在调查通俄门案件 民主党包括总统 副总统有没有参与 将Mike Freen跟俄国大使 这个秘密的录音 这种是情报的录音 公布开来呢 所以来调查通俄门呢 所以他就是认为 司法部要调查 目前司法部部长William Barr 说的话 他并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愿 所以川普总统又大怒 说William Barr里面 不够意思 为什么这个摆在面前的 这些那么多的东西 因为你司法部不帮我忙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William Barr会不会 这个被川普总统 这个命令 正行这个调查的话 我们可以看 将来几个星期 如果一单只进行调查 我们可以看得出 就变成一个真正的 这个重要的一个选举议题了 当然今天跟我们 华安相关系的一个很重大的案件 就是大学毕案 大学升学毕案的这个案件 文明来自加拿大的 华裔女子姓 穗 穗小宁 今天在今天 19号早上10点钟的时候 在波士顿东部的时间 被联邦判刑了 这个案件呢 就是也是一个大案件 这个大学门 毕案 升学门 毕案里边拿着一个重大的一个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案件 牵涉了有两个华人 其中的话就是 这个穗小明 他是居住在加拿大 他拼请了 这个叫做Rick Singer 来作为升学顾问 以后花了40万的钱 捐给了这个 给了这个Rick Singer Rick Singer 没想到的话 出卖了他们 以后 这个帮他们准备了一个足球的 所有这些文件 以后让他的儿子进了 UCLA里面去 加州 这个乱击了加州大学 这个丑案爆发之后 他到 他以为没事 他住在加拿大 他儿子的话 他已经回到加拿大去了 没有 学校已经将他开除了 以后他在 到西班牙去的时候 在去年 这个 在西班牙 去年9月份 在西班牙的时候 被西班牙的警方 这个拦下来 后来的话 引渡回到美国 在Boston 那边受审 今年2月份 他认罪 以后的话 在今天的话 他正式法官判处 他五个月的劳刑 以后 这个五个月 他在牢里面的话 已经算服完 已经是服满了 另外方面的话 他罚款25万美金 这个也是非常重的一个判罚 在目前这个案件 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子 因为这个案件很重要一点 改变了所有美国 在20 从去年3月12号 联邦政府宣布 这个案件之后 所有的长春藤学校 都关闭了两个门 一个是后门 另外一个是侧门 但是我跟你大家解释一下子 那这个所谓的后门 就是说 很多 这个 因为大部分的长春藤学校 名校的话 有一部分是私立学校 有一部分是公立学校 他们的话 就是说为了筹钱 他们会说 你常 他用两个考虑因素 一个是legacy 就是说你的家族全程 你爷爷是在这个花佛大学来的 你爸爸是在这边来的 那很快的话 他有优先的 为什么在考虑的话 就是说 因为你爷爷在我们学校毕业过 爸爸也在那边毕业过 你儿子的话 他们在子带的话 他们常常捐钱 因为学校需要捐钱来维持的 单靠学费的话 不够 为什么学费里面的话 还有一方面 还有很多清贫的学生 是没有办法付学费的 但是为了吸收好的学生 他们要采用这种奖学金 所以要需要钱 所以另外一方面 他对这种财团 有钱的人 他给你一个后门 如果你是捐给我们了 我不单止将这个大楼 这个实验室 用你的家族的名字 这个任命 同时的话 你们的小孩子推荐下来的话 我也是优先考虑 这是属于后门 你必须捐钱捐很大的 所以这个部分 另外的是侧门 侧门就是说 因为每个学校里面 最出名的是靠运动比赛出名的 所以还为了吸引这些 优秀的体育运动员来学校 他就说你成绩一般 但是的话 如果你是参加了我们学校的 篮球队 滑艇队 游泳队 这种的话 为我们学校争鸣了 没问题 因为毕竟你是运动员 成绩未必很好 但是的话 你在运动方面 能够给我们学校带来荣誉 我就优先录取 这是侧门 在Newport Beach的话 有一个叫做Rick Singer 也叫William Singer 这个Singer的人非常聪明 他跟Morgan Stanley这些投资公司的话 都有很好的合作 所以很多这种有钱的人 都是他们的Manager都知道 他们这些有钱人为了考虑的都是子女的升学 所以他就专门替这种有钱 有是好莱坞明星 银行家 还有企业家都找他来做升学顾问 那升学顾问的话 他又成立了两个公司 一个是慈善机构 一个的话是所谓的他自己的升学顾问公司 所以这个事情 他替在过去十多年 他替了750多个家庭提供的这个升学顾问 当然他用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的话 他用走侧门 他将所有的客人包装成为运动员 以后的话 并且买通这个学校里面校队的这些重要的人士 说你看看 因为学校的话 在招生这部分 他预留名额给运动员 所以这部分的话 由运动的教练或者是负责人来决定 谁应该收谁 所以这部分的话 他们用了侧门的预留名额 另外一方面的话 有些学生 他们升学成绩真的是太烂了 他们要考这个ACT SAT 成绩也很烂 所以Rick Singer的话 也买通了福尔达一家 还有罗汉基的好莱坞一家考试中心 考试中心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监考人是自己人 所以你成绩不好 没问题 你报考的话 你到这个好莱坞 这个或者佛罗里达这边考试 以后还监考人员会给你答案 你就是按照监考人员所说的东西去填 就考得很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是这个B案进行了很长时间 那怎么发现的话 是这个案件 为什么在Boston进行审理的话 其实这个案件在2013年在罗汉基地方有一个投资银行家 他在Boston牵涉到这个证券欺诈 本来面临15年的劳刑 后来他说那我进行所谓的profit就是认罪协商 我愿意供出来其他的犯罪行为 所以他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公开的 可以给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减刑 所以他就说 其实我的小孩子 我花了45万给了耶鲁大学这个运动教练 我的小孩进了耶鲁大学 因为他用侧门的方法 所以后来他们就设取将耶鲁大学这个教练抓了 他真的是拿钱 以后包装走侧门 以后这个教练一抓了之后 以后用个工出来 他也愿意合作 以后再说你不要判我行 其实我可以供出更大的鱼 好啊 就是他说什么回事 因为除了这个投资银行的家之外的话 我还专门替另外一个升学顾问做事情 他每年都送我学生 我每年的话给预留的名额给他进耶鲁大学的 所以这个人就叫Rick Singer 所以他又设计他 以后真的是谈起来 多少钱 以后给的钱 以后其实都是卧底进行 以后慢慢的又将Rick Singer抓了 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合作 2018年的时候已经进一步了 那到了2019年的时候的话 但是2018年Rick Singer跟检方合作 他说你可能会面临56年的劳刑 除非你跟我们合作可以减分 所以你必须要供出来所有这些家长 所有这些教练是谁 以后当然供出来只是一回事而已 要拿的证据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从2018年开始 Rick Singer的话就跟检察官打成了认罪协议 他要帮检察官收支证据 所以他就打电话 会跟家长说 这个钱我是用来包装的 我是要收买的 当然大部分的家长 有一部分的家长说 因为他们知道后门的存在 你捐钱给学校 你可以拿到一个优先的录取 所以这种的话 很多家长说我捐钱 以后Rick Singer认识学校的 我可以捐到以后像Stanford里边 如果你走后门大概要4000 5000万 但是你走侧门的话 一个大概的话要花100多万 所以的话是便宜 这个很多很多 这种情形的话 很多家长都愿意试试侧门 以后但是家长里面 他看到的话就是说 OK那我反正捐钱给 以后是捐给了Rick的实践机构 这个机构 以后他再捐钱给学校 对他来说我没问题 但是的话FBI以后在后来的 这个他曾经的话有几次 Rick Singer的话 故意他自己觉得内心过不去 以后给一些朋友打电话的时候的话 他有的时候会预先透露风声给他讲 我到时候讲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 后来的话发现每一次叫他打电话都录音不了 FBI马上将他再来谈话 他说我们发现的话你是故意透露风声给别人 我们不合作了 以后这时候他又不得不要合作 所以一共设计了很多这些案子 在去年2019年3月12号FBI还有Boston的检察官 以后宣布了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大学校对蓝色行动 这个蓝色行动里边的话一共起诉了50多人 其中有32名的是家长 以后另外的话36名家长 12名大学的教职员工 牵扯到12个名校 包括斯丹佛 耶鲁大学 UCLA 南加大 这些学校 所以的话 其中在36名的家长 有一大部分家长的话 就是协助 来包装小孩子的 小孩子不是滑水队的 从来没有滑个艇 以后包装成为滑水队的 以后提供假资料 以后小孩子从来没有打个篮球 以后提供资料 变成的话是在学校里面 去校队的篮球队员 以后的话 骗取了这个侧门的名额 当然这个事情 现在目前已经是有20多名的家长 已经是认罪 判法的话 有的是不用坐牢 有些是要判六个月的牢刑 现在的话 有一部分的 有14个家长的认为 我是被Rick Singer骗的 FBI是故意引诱我的 因为他们现在面临这些罪名 可以判到15年 所以他们律师认为的话 那警察是entrapment 是故意设计的 设局 设计的entrapment 就是说 我当时我以为是捐给学校 学校接收这个donation 以后给学生优先考虑 长期以来后门都是闯通的 都是合法的 为什么的话 我被Rick Singer的话 他我以为给钱给了他 所以这是一个辩护理由 以后再加上这些警察在采证的过程之中 不断的要Rick Singer的话 就是说你要远着我的版本来谈 怎么样子的话 一定要套他的话 这套话过程之中 很多人是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被设局以后 这个提供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现在这个法官Gorton的话 已经是将这还有一部分 14个家长分成两部分来 两个案件 一个案件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这个10月份开审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明年1月份开庭 这个部分如果是将来 如果被定罪 那家长可能会面临十多年的劳刑 当然也有可能会撤销 但是现在就是要看看 里面目前 把这个检察官所提供的资料 有这个变方 有没有办法能够攻击他 有没有办法能够收复陪审团 这个案件的话 家长也是受害人 当然从这个案件的话 从去年开始 引发了大学入学的所有的改革 大部分学校现在已经关闭了后门 也将侧门关闭了 所以这个说法 你捐多少钱 学校都不敢要 所以你学校这个部分 要招收名额 不是在教练手上了 而是变得总校长上面 以后层层把关 所以将来要进入名校 你捐钱也没有用 同样的也影响到所谓的legacy 以前的名校 你要疼校 你要进去的话 他要看你的legacy 所以现在基本上 这个大学逼案之后 我们可以看得出 没有钱的 一般的人 开始对这个名校 拼命的评级 你看看 你有钱可以请人包装 走侧门 走后门 一般的老百姓的小孩子 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很多大学 为了避嫌 以后将这些考虑的 你捐钱 你的其他的这部分 就连你自己不捐给学校 你以前家庭的话 你自己参与很多慈善机构 很多服务项目 他学校也觉得 你是可能包装出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引发了 很多这方面的低评 因为将来学校怎么进去呢 我们也知道 优势系统已经是宣布 我们在那么多考虑因素里面 ACT跟SAT已经是不重要的 那加州现在推动了 这个ACA5这个提案 就是允许将来 加州大学在招生的时候 可以考虑申请人的主意背景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可以看得出 既有名校的学生的话 尤其对华裔家庭来说 是越来越困难了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邓宏说新闻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